早安你好,欢迎回到百格晨报,我是敏和 前两天,土团党青年团团长塞沙迪在记者会上公开爆料有人要用500万令吉收买他 并且要求他退出土团党 虽然首相署部长魏家祥认为可以当作娱乐新闻来看 不过今天却看载了马来报《阳光日报》的头版新闻 包括不愿屈服的塞沙迪挑战主谋献身,有胆的话就告他 而这位要用钱收买他的Edge先生 塞沙迪今天将会到相关单位,包括反贪会和向警方取报他 因为早前收买他的人声称如果不服从,他和家人的安全将会受到威胁 而新报独家报道,国内无人认领的款项 从1977年到今年的6月已经累计高达接近58亿令吉 消息在7月曝光之后,吸引民众前来领钱的热潮 短短一个月里面就有超过16亿令吉成功被领取 中国报头版报道震惊国内体坛的新闻 包括我国有三名冬运会选手,要减步过关 当中还有一名是金牌选手 根据新海下时报报道,他是跳水女将 另外警方在10月2号到位于大城堡的国家体育理事会大厦 逮捕了一名35岁的中国籍跳水教练 他因为涉嫌强奸一名我国年轻跳水队选手 目前被警方延扣4天 换个焦点,首相纳吉即将在本月27号提成2018年财政预算案 今天的前锋报头版就大大的标题写着 这是令人开心的消息 原因是纳吉昨天在部城会展中心出席活动时就预告了 预算案将会为公务员带来多项的好消息 并且促请公务员耐心等待 纳吉说政府感激公务员为国家做出的贡献 不向反对党批评公务员白领薪水没有效率 甚至有反对党领袖说 一旦掌政就会将公务员的人数减半 对此纳吉就反问在场的公务员了 是否要将自己和子孙的未来压在反对党手中 因为难以想象 如果反对党执政大部分公务员的命运将会是如何 纳吉这边积极向公务员释出好消息 利编巫统总秘书东郭安南 则在巫统党旗和党歌的迎接下 走进布城一所国小 东郭安南昨天出席一项主题为 巫统与独立的颁奖礼师就说 教师和巫统同乘一条船 并且邀请老师加入巫统 之后当被媒体追问 在国小里面允许出现巫统党旗和党歌吗 东郭安南拒绝回应 对此行动党的国会领袖林吉祥随后就发文到狠批 国际政府党国不分 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其他首相掌政期间 有关的部长将会马上被开除的 他也讽刺东郭安南这个学校呼吁老师加入巫统 已经创下了巫统的历史 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世界在美 也要有明亮的双眼去发掘 Good morning 紫组兰莓最好喝